首都吉隆坡交通繁忙 很多的上班族都会选择搭乘公共交通来上下班 不过单轨列车早前只有双节车厢的列车运作 无法舒缓高峰时段的人流 交通部部长陆赵福表示 三列四节车厢的单轨列车 上个星期五已经重新运作 每趟的载客量也增加到了500人 另外还有两列四节车厢的列车 预计将会在11月运作 当局预计将会在6个月的时间 来监督四节列车车厢的性能 再决定是否让更多的新列车投入运作 三辆四节列车早前失修 无法有效地舒缓高峰时期的人流 每趟的载客量只有214人 随着上星期五四节列车重新运作 而载客量将会增加至500人 交通部部长陆赵福今天出席 四节单轨列车的推介里 亲自体验上星期五重新运作的单轨列车 目前已经有三列四节单轨列车运作 每趟列车的相隔时间介于8到9分钟 陆赵福指出 另外的两列四节列车将在11月运作 当局将用六个月的时间监督性能 再决定是否添购更多的四节列车 针对乘客投诉单轨列车的问题 陆赵福承诺当局将提升列车的服务 包括冷气系统和月台的安全措施 陆赵福坦言 单轨列车的人流从2015年的7万2千人次 下跌至2019年首季度的3万1千人次 不过他有信心 人流将在半年到一年里有所提升 陆赵福表示 截至7月卖100交通月票的申请数 已经超过11万 他希望8月能够达到12万申请数的目标 另一方面 针对轻体部部长赛莎迪 有一项内阁提成 引入印尼载客摩托服务GoJack 为我国制造就业机会 陆赵福表示 曾经和GoJack的创办人纳迪恩见面 他坦言 虽然交通部曾经以安全理由 表明还没有准备好落实电照摩托服务 但政府不会否决任何可能性 因此欢迎各电照服务的计划书 交通部将会仔细研究这项计划 NTVC 崇伟伦采访报道